这么快就到午饭时间了 肚子都饿了 做点什么来犒劳自己好呢 有了 煮意面的话 要先将水烧开 水中加入少许盐 可以使意面更好吃一点 一个人吃的话 想这样子一个硬币大小的量就够了 等面条完全进入水中后 再计时10分钟 不用完全煮透 因为后面我们还要再炒制的 时间到后我们捞出意面 记得再加一点点油 搅拌均匀 这样子可以防止面条之间相互粘连 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开始准备其他材料 取四磅大蒜切成蒜末 放入碗中 放一旁备用 半个洋葱切成小丁 喜欢吃洋葱的小伙伴 可以切的大块一点 或者切成条 这样子放一旁备用 两个大西红柿切成小块 装入碗中放一旁备用 西兰花切成小块 放入烧开的水中焯一下 水重新沸腾10秒钟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捞出了 然后还要再准备一网肉粘 起锅烧油 开中小火加热 加入蒜末 放拌均匀后 再加入洋葱 炒香 洋葱变成半透明后 我们再加入肉粘 继续翻炒 然后再加入番茄 将番茄炒出之后 我们再加入适量的番茄酱 量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加减 继续翻炒均匀 最后我们再加入煮好的意面 然后稍微收一下汁 再加入西卵花 黑胡椒 稍微翻炒一下 就可以挤锅了 哇 我们的肉酱番茄意面就做好了 撒上西芹碎 装饰一下 看 我们的番茄意酱肉面做好咯 接下来兄弟就不客气咯 满足啊 太爽了 拜拜